莱惠利的公公,于瑞星记得,孙女来她家串门时,曾对其抱怨过,说她的后爸许国立装修款都要贷款,炒股赔了很多钱。 而在莱惠利的表姐夫佟佟成根的印象中,许国立当初去上海开养殖厂,一度赚了70万到80万元,后来因为炒股都赔了进去。 此外,佟成根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,去年,莱惠利曾因与许国立闹矛盾,去大女儿家借主。 那时,两人的矛盾原由是房子,许国立和莱惠利在杭州共有两套房子,一套55平米,夫妻二人和12岁的小女儿一同居住,另一套110平米正在装修,许国立想将110平米的房子给自己与前妻所生的大儿子做婚房。 来惠利啊,没有同意。 据来惠利的前公公,于瑞兴成,来惠利与许国立两人的两套房,均属三宝村的回签房。 虽然两人呢,都并非出生在三宝村,但两人后来先后将户口迁到三宝村。 三宝村拆迁的时候,分房是按人头分的。 一个人头55平米的标准,以来惠利的名义分到如今居住的这套55平米的房子,以许国立和小女儿的名头分到那套正在装修的110平米的大房子。 7月24日的下午,中国新闻周刊,来到许国立和来惠利二人拥有的两个房子门口。 那栋55平米的房子,如今已是案发现场,门外有数个警察把守。 而那个110平米正在装修的房子,距离夫妻二人居住的三宝北院,不足三公里。 上游新闻记者走访发现,案件中呢,包括作案动机、行凶手段及行凶地点等七大疑点。 就像徐某为何能在杀害妻子后,淡定报警并接受媒体采访一样,尚未浮出水面。 7月5日失踪,6日报案,2日3日警方通报莱女士已经遇害,其丈夫徐某有重大作案协议。 让我们看看,这20多天究竟发生了什么? 7月4日的上午,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,莱女士和丈夫徐某来医院配邀。 7月4日的下午,莱女士带着女儿买书和蛋糕。 7月4日时期时,三宝北院四栋电梯,监控拍到莱女士和女儿从外面回来搭乘电梯的画面,这也是莱女士最后的画面。 7月4日的19时,三宝北院四栋家中,徐某表示,一家人在家吃了晚餐和蛋糕,气氛很融洽,很开心。 之后两个人辅导孩子作业,二十二时左右就正常入睡了。 7月5日凌晨,三宝北院四栋家中。 徐某表示,七月5日零点三十分左右,她起床上洗手间的时候,妻子还躺在身边。 凌晨五点半,床上就剩下她一个人了。 她以为啊,莱女士出去了,没有在意。 7月5日,徐某称,莱女士电话打不通了,也联系不上了。 7月6日,莱女士工作单位打来电话,说她呀,没有到岗上班。 7月6日的十九时,一家人前往杭州市公安局、江干分局四季清派出所报警。 警方对小区开展全面搜索,包括地下室、楼顶等区域,还派出警犬对附近的池塘、公园进行地毯式的搜索。 都没有啊,任何发现。 7月21日,三宝北院,警方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,对地下室、天台、绿化景观、地毯式搜索。 7月22日,专案组对划分时开展了25小时的抽取工作,对抽取的38车污碎物进行冲洗、筛查。 现场提取检测后,发现有疑似人体组织,经DNA比对,是失踪女士、莱女士的人体组织,判断莱女士可能遇害。 7月23日的1时,杭州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,对徐某依法刑事传唤。 7月23日的10点,经过警方连夜的审讯攻坚,突破了嫌疑人徐某的口供。 据其初步交代,7月5日凌晨,在家中趁莱女士熟睡之际,将其杀死,分尸后分散抛弃。 7月23日晚,杭州警方发布通报,失踪女子已经遇害,其丈夫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, 现已被疆干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 7月25日,杭州警方举行发布会,通报目前案件已经基本查明,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,案件正在侦办过程当中。 发布会上透露,杭州警方在看了6000个小时时长容量的监控视频, 对小区内6栋单元楼,379户人家,1075名住户全部进行了走访询问, 详细记录重点时段的活动情况。 对小区,一万多平方米的地下车库,以及所有的电梯井,水箱,储物棍, 烟道,通风管等隐秘部位,开展了先后四次的地毯式排查,逐一排除藏匿可能。 并重点走访询问,走失人员的家人、亲属、邻居、同事、朋友等关系, 细致刻画还原了其一家人的生活规律,人际关系、生活经历、活动轨迹、财务状况等情况。 综合分析判断,排除了莱女士自行出走及其他人员作案的各种可能。 初步发现徐某的作案嫌疑,明确将其列为专案攻坚的重点对象。 关于网络热议,徐某为侦察兵退役,军委摇言。 杭州市江岸区副区长、公安分局局长田国刚通报了犯罪嫌疑人的疾问情况。 犯罪嫌疑人徐某,男,55岁,浙江绍兴人,杭州户籍, 案发前是杭州某公司的驾驶员。 该人自1987年开始先后在绍兴、上海等地从事鱼粉和养殖生意。 2018年到杭州工作。 被害人莱女士是徐某的妻子。 51岁,杭州户籍,是杭州某公司的保洁员。 夫妻二人2008年再婚,案发前共同居住在杭州市的江岸区。 关于案件,在网络发酵后,出现了热议警方进行的辟谣。 例如,徐某是侦察兵退役,徐某在小区从事物业公司或是保安工作。 徐某熟悉小区和楼道的监控,刻意躲避监控。 徐某利用隔壁的空置房进行分尸等等。 根据警方调查核实和犯罪嫌疑人徐某的供述,上述说法均与事实不符。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侦察中,公安机关将依法开展后续的调查工作。